大約由八年前開始 我們圍繞香港的珊瑚健康狀況 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包括研究珊瑚白化 和捕食珊瑚的生物 由於做這些研究 在藏會大學設立了一個珊瑚診室 在室內觀察他們在不同的培養情況下的生長情況 和收集各種生理和分子的數據 作系統分析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在香港水域先後發現了 多個新的珊瑚物種 和會食珊瑚的海牛新種 今次新找到的 就是三個太陽珊瑚 或者俗稱炮掌珊瑚的新種 太陽珊瑚是屬於非造超珊瑚的 體內沒有更新造 所以不能通過光合作用而產生能量 在自然環境中 他們會利用觸手捕捉海水中的浮游生物 而獲取營養 而在實驗室內便需要定期餵他們吃東西 要辨認珊瑚樣本的物種 我們會先進行仔細的形態分析 透過辨別珊瑚骨格組織的特徵 例如珊瑚杯的結構 隔片分佈 為樣本提供詳細的描述和記錄 再比對所有相關物片 若從形態分析不能辨認出所屬的物種 我們會再提取珊瑚的細胞組織 進行DNA分析作為輔助 今次我們還有一次發現 統星珊瑚屬的珊瑚新種 令到這個珊瑚的已知物種種數 進一步增加到10個 這個結果相信對於大家了解 太陽珊瑚的多樣性有很大幫助 亦都反映了香港海洋 仍有很多未知的物種等待我們去探索 香港海洋 香港海洋 海洋 香港海洋 10profit Project 增加